Hello大家好,我是华翔北阿赖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事情 也是关于按手机的吧 总会有一些奇怪怪的客户 电池效率低的说不耐用吧 电池效率高的说换过电池,改电池 橙色差的有磕碰的,又嫌弃 橙色好的又说是翻新 有白色的时候呢,又说白色不耐脏 有金色的时候呢,又说金色太俗了 有蓝色的时候呢,又说蓝色太普通,太大众化了 有绿色的时候,又说用绿色怕被绿 你当娘了,真是个人才 嘿,你当娘了,真是个天才 有些人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买个手机要求比出媳妇还要高 买一个四五年前的XR 还有找电池九十多,电池一百的 没有瑕疵,还大言不愧的说我有超过症 不能接受换电池的,拆收获得有一丝痕置的也不行 当然,爱美知心人之皆有 我也不好意思说傻 如果你真的有那么矫情的话 就应该努力赚钱,年年换上新款 直接去官网买苹果14plus 全新未拆封的,就肯定不会有翻新了 不会有换电池,没有猫腻,对不对? 你就花这一千多块钱,你还想怎么样? 凤姐预算,范冰冰要求啊,对不对? 说难听点就是你花几十万球的媳妇 就不一定是一手了 说这些呢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声明一下 二手机它就应该有二手机的样子 怎么可能没有使用痕迹呢? 如果没有使用痕迹,那就不叫二手机了 二手机最基本的就是外观整体成色高 没有明显磕碰,没有爆屏功能全好 原装就OK了 当然呢,有磕碰那些也会便宜一点,对吧? 还有这个电池 电池本身就是损耗品 效率低了就换电池嘛,对不对? 电池一百几十块钱,纠结傻了 如果你真的有成破重什么的 就不应该选购二手机 直接买新的 最后我再说一下这个电池效率 88左右跟90左右的使用起来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也不可能感觉得到92电池 睡航会比88的睡航久一点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是一个心理作用 最后我也想再补充几点 我这里做的都是原装无锁车网通 没有任何的套路 手机都是可以升级系统 都可以恢复出场设置 什么卡都能用 没有任何的限制 而且机框都是相对比较好的